光天化日 小偷窍门行窃 两把螺丝刀 一把菜刀 小伙儿追小偷 一一敌三 最后却被刑拘 我们就不敢动他们呀 小偷都有把杖 我们就没把杖了 今日说法问你过出 怎样抓小偷 各位好 这里是金属科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提到小偷 大家都是无比的厌恶 甚至于有一些能力挺强的观众朋友 我想真的您要是看到小偷 都会有自己出手去抓小偷的冲动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 广东东莞的一个小雷 却因为抓小偷 把自己给弄进了看守所 到底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今天的节目交叉 2011年8月3日下午 记者在广东省东莞市的清西镇 见到了雷安贵 被抓起来的小雷 就是他的儿子 雷帮辉 老雷说 这一天是儿子从看守所里 被放出来的日子 他正要去接儿子 记者老雷和他儿子的女友 一同去清西镇的三中派出所 去接雷帮辉 晚上六点多钟 雷帮辉和父亲 以及女朋友一起走出了派出所 这四条 往后市 山里面 就 这一天晚上没有谁走 现在说让你先 取报好山出来 以后有四期还要过去 随后 记者跟随雷家父子 来到了他们家 回到家中的小雷 显得有些尴尬 你头怎么定官的 说起这几天的遭遇 小雷说 他真的没有想到 本来就是想抓几个贼 也为社会做一点点贡献 然后就不知道 怎么就变成这样子 老雷的一家是贵州人 到清西来打工 已经有二十年了 靠着自己的心情努力 老雷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场子 儿子雷帮辉 今年十九岁 正在场里帮忙 那么抓贼的小雷 怎么会进了看守所呢 第二天 小雷带着记者 来到了事发的现场 他租住的一个出租房 这是一栋六层高的公寓楼 小雷租住了这里 五楼的一间房子 他向记者讲述了 七月二十九日 事发时的经过 就在十点四十分左右的时候 我跟我女朋友在床上休息 然后听到门口有点动静 就听到有人敲门 敲了门 刚开始我没有去理会 小雷说 当时他以为外面的人 是来推销东西的 就没有理会 可是过了一会儿 他发觉敲门的声音 有些不对劲 过了一会儿 然后听到有人在敲门的声音 这个情况让小雷有些吃惊 难道是有人在敲门 想进来偷东西 大白天的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小雷悄悄地走到了门边 进行观察 这个门 上面这些黑 一点一点的往下面掉 然后 这个门 这有一点点洞 此时 小雷确定 外面肯定有人在敲门 是在屋里等小偷进来 还是 现在就开门 出去抓小偷呢 最终小雷决定 开门抓人 这样子轻轻地把这个门 这个锁开了之后 我就用于这样子 一番结果 就是外面 有三 三个人 然后有 两个是拿着 这么长的 那个螺丝刀 很长的那种 一样的 有一个是拿两把鱼扇 当当时的时候 我跟那几个小偷也是 那时候都下了一下 但是小雷说 很快 门外的小偷先做了一个恐吓他的动作 之后就转身往楼下跑了 就是我看着 看着他准备 就是拿那个螺丝刀 准备刺我 我看着情况有点不对劲 然后我就马上跑 跑去厨房 顺手拿 拿了我平时做饭做菜的菜刀 我们下个就跑 所以我顺便去船头 也就随 随到下面去了 小雷随后就追了出去 此时 小雷的女朋友 打电话通知了房东 房东立即报了案 清溪市公安分局三中派出所 接到报案后 立即派民警赶到了现场 那一个小偷就从那边啪的就跑 追不上 我就没有追 然后一个就下来了 这里跑下来 当时跑下来的时候 下了一点点雨 这个湿的 他下来就摔了一脚 摔了一脚 他站起来的时候就 站起来的时候就往这边跑 然后这边追出去就把他给追 追到 姓钱的那个先生呢 就说抓到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小偷 也就是在那边抓到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偷呢 我们那个被我们治安队员抓到了 就在那边抓到 相隔大概200米左右 三个小偷中有一人逃跑了 就在警方准备将两个小偷 带到派出所询问的时候 一个状况让他们没有料到 把那两个事件盗窃的嫌疑人 一个姓黄 一个姓陈 我们把他们两个抓获以后呢 发现他们两个身上都有伤 黄某呢 头部呢 受伤 当时流了很多血 然后呢 腰部也 腰部也有受伤 然后陈某呢 就是背部 有刀伤 我们把他们两个 送到医院去救治 经过检查和治疗 医生发现黄某的伤情较重 左侧顶骨 有骨折 大概七个公分 已经被缝 已经缝针了 另外就是 左侧的一个卡腰部 也有一个大概 五到六个公分长的一个伤口 随后法医的鉴定显示 两个小偷 一个属于轻伤 另一个属于轻微伤 而经过询问 小雷承认 两个人的伤 都是他用刀砍伤的 雷某并没有受伤 建议这个严重性 我们就 对他依法 进行了拘留 随后 小雷被警方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 行事拘留了 这让小雷的家人 无法接受 而听说 此事的一些人也觉得 这个结果 既让人不能接受 也不敢相信 为什么抓小偷的人 比小偷的罪行 还要严重呢 抓小偷 小偷就不会 老老实实 坐在那里 给你抓 我觉得 使用一些手段 是必要的 就是在 防卫的时候 肯定 就出了一些小事故 才会导致这个 小偷嘛 是不是 受伤 是不是 所以说 不能说 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是不是 这都是属于意外的 之后 小雷在看守所 度过了四天的时间 直到八月三日 被取保候审 回到家里的小雷和父亲 怎么都想不通 自己抓小偷 怎么就成了 故意伤害他人的嫌疑人呢 最长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主意是说 政党防卫 政党防卫 是吧 政党防卫的话 应该他就没有 应该不承认 他这个习事责任 我肯定是想 把他置在那里就好了 最多就是政党防卫过度 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小雷说 当时的情况很紧急 他也来不及多想 只是想抓到小偷 他完全是出于义愤 才出手的 在我那里没有被抓到 如果他们可能下次 去别的地方的话 可能就说更猖狂 那么当天在抓小偷的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小偷又是怎么受伤的呢 是小雷故意用刀砍伤的吗 在事后 对小偷进行抢救之后 警方安排他 在医院接受了治疗 同时 对当时的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赏得最严重的嫌疑人姓黄 来自贵州 他是来东莞找工作的 7月29日当天 他在街上碰到了两个老乡 阿建和陈某 三个人来到东莞之后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都觉得手里缺钱 于是一拍即合 决定找个出租屋 偷点钱物 那门没关吧 就从那边上去 上到楼顶 三个人爬上了一栋楼的楼顶 从楼顶进入了 紧挨置的富强公寓 这个时候 正是租户们外出上班的时间 他们觉得 这是个可乘之机 而小雷租住的房子 正好是在五楼的楼梯口处 因此 当黄某三个人来这里的时候 他们决定 就从小雷家开始行献 黄某说 正在撬着的门 突然被小雷打开了 这把他们吓坏了 慌忙之中 他们往楼下跑 想从一楼开门逃走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那道门是需要门卡 才能打开的 他们没有门卡 自然无法逃出 于是 他们想从进来时的楼顶逃走 转身往楼上跑 而就在这时 追赶他们的小雷 已经到了眼前 我刚刚转过身去 他就一刀就砍在我头上了 就那个鞋流到我眼睛上了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们有没有说话 当时 没说话 当时有没有上去 夺他的刀 没有 就是他过来 没说话就直接砍 你们往下跑 你们那手里的螺丝刀呢 就是我 当时我也还拿在手里 走到下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 他砍我的时候 我就把它 我一个手还拿着 马上砍到我 我就把它放在地上 黄某说 自己当时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是想转身往楼上跑 尽快逃走 却遭到了小雷的刀砍 但是 对于这个说法 小雷完全不认同 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情况 当时我就从楼上蹲下来 然后一直追 追到这个位置 他们那个门是锁住的 然后当时他们出不去 有一个就是站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站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就在这个楼梯这里 另外一个在门口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 是干嘛的 他直接过来就抢 抢我的刀 准备跟我动手 然后给我甩开了 甩开了之后 第二次他又来抢 结果就是想往他这个胳膊这里 就准备往这个胳膊这里 砍他一刀 能让他把他制服就好了 结果他当时就算这样子 这个动作上蹲下来 结果就是往这个头上 然后不小心砍 砍了一刀 小雷说 自己当时一心想抓小偷 因此 当黄某等人 转身想来抢他刀的时候 他只好还击 我看到那个人手上 就是拿了 他是这样子 长着的 然后大概是这个动作吧 就像从这个楼梯头这里 走过来 这么长 这么长的一个 当时我没看清楚 然后我就怕他过来 伤害我的话 我该怎么抓到他 然后就是 挥着刀 也往他 往他腰部砍了 砍了一刀 然后他当时躲 这样车身躲过去了 然后又砍了他的腰背后 小雷说 两个小偷受伤之后 他也有点光了 没有再上行抓他们 然后砍完了之后 就是第一个 他就跑上去了 跑上去 直接这样子跑上去了 然后两个就在下面 有一个在这里蹲着 然后被我砍了之后 他就蹲在这里了 就不敢动了 然后另外一个 我抓着他的饼子 我说你们干嘛的 然后他说不管他的事 然后就把他放开了 我就上去 因为我怕他 上去对我女朋友 干嘛威胁我 或者是拿什么东西 然后他威胁我女朋友 然后叫两个人 拿东西走了 那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考虑到这个 我就追上去嘛 见小偷往楼上跑了 他就又追着上去 过两分钟 我就跑上楼 楼顶上面去 结果他们三个都不见了 在这个位置呢 就发现那个盗窃嫌疑人 淘宝是扔着两把螺丝刀 然后还有这个屋主 哪些人呢 呃 砍上鞋子以后呢 把当时把柴刀 也扔到这个地方了 据我们了解的 当时打斗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位置 小雷和小偷 都对整个事件 进行了讲述 公安机关 也都给他们做了笔录 没想到 随后 小雷就被刑事拘留了 他当时有没有说 这几个人 跟他进行了搏斗 或者想抢个刀啊 这些情况 他在交代当中来讲 他讲到了 他那个犯罪嫌疑人 淘宝的时候 他说有这个几度 因为他拿刀 恐吓这个犯罪嫌疑人 是 这个 这个细节不是很好办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 讲的呢 和这个 这个 雷某讲的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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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法有规定 防卫过当 都是以 故意伤害罪 认处的 所以我们当时 就以故意伤害罪 来拘留他 我们今天请到 演播社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的刑法学者 韩玉胜教授 韩老师在 这个案子里面 小偷的说法 和小雷的说法 是完全不一样 小雷自己的说法 说我看到小偷 而且小偷人多 小偷有仨 所以我拿着刀去追 为了我怕他 那个 那个出手伤人 是吧 所以我使用了刀具 应该算是正当防卫 顶多 算是防卫过当 结果现在 你告诉我说 我的这个行为 叫故意伤害 他觉得心里面 难以接受 按照咱们 国家法律规定 所谓正当防卫 应该是 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本人 或者他人的人身 和财产 以及其他权利 免受 正在进行的 不法侵害 而采取 这种合法的防卫行为 这里面他要求 一个就是 侵害行为必须是一种不法侵害 对正当防卫不能防卫 第二个 就是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正在发生的 不能是还没发生的或者已经过去的 第三个就是防卫行为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 而不能针对无辜的第三者 第四个就是防卫一定要注意把握它的限度 当然还有第五个就是防卫一定有一个目的正当性 符合这几个条件 他就可以成立正当防卫了 但是就这个案件来看 我们知道正当防卫一定是有一种防卫的紧迫感 对 我要不防卫的话 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我的利益 或者他人的利益 可能会马上受到侵害 在这种紧迫性的要求之下 我们才发生正当防卫问题 那本案当中 小雷追小偷 这个行为没什么错 他携带刀去追 也没什么错 那问题是追上小偷之后 或者是小偷反身迎面碰上以后 你做了什么 对方如果这时候使用暴力对你加害 然后你用你的刀来进行防卫 这可以成立正当防卫 我们对于非暴力的行为 尽管它是非法的 但是不能进行正当防卫的 那小雷的行为 尽管看起来大家很同情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依照法律的规定 来行使自己权利 这种权利一旦行使得超过了法律的限度 你就可能使自己陷入一个犯罪的漩涡 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没错 现在的关键是小雷和小偷说的这个话 内容根本就搭不上 每一方说的都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警方现在也没法判定 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是假的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新的证据出现了 那么新证据会为小雷这个行为的定性 指明新的方向吗 来看一下后续调查 那么警方为什么认为 小雷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呢 对此警方说 他们在事发后就找到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从监控录像中 他们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 原来在这个出租屋的每一层都有监控设备 可以看到每个楼道里的情况 但是事发那天只有一层的监控起到了作用 当时犯罪嫌疑人在踩点的时候 他们也发现了那出租屋楼梯间都有监控 他们就把那部分的监控就用扫把搞搞片了 就照不到那个位置 原来只有一楼和二楼之间拐角处的监控设备 因为位置比较高 没有被嫌疑人破坏掉 拍到了事发当时的部分情况 那么这段视频呢 就是我们案发之后 调回来的监控录像 这上面显示的时间是7月29号 上午10点42分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嫌疑人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黄某 当时呢他就手持了一把螺丝刀 就从上面冲下来 紧接着第二个犯罪嫌疑人 陈某 也是手持那个螺丝刀 这个看得很清楚 然后就冲到一楼去 那么过了几秒之后 事主雷某就手持太刀 冲了下去 简直追了下去 那么紧接着这个载头的阿剑 也紧别的下处了 那么他跑下来之后 就在这个位置 转角这个位置 发生了 发生了 用指导把那两名分子线砍上的 所以这个视频内就反映不出来 从仅有的一个监控室 被派下来的情况看 警方无法看到 当天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 监控力只能反映出 在小雷追下楼之后不久 那三个小偷 确实有一个明显受伤的 那么在十点四十三分的时候 这个分队前黄某就捂着头 但是就是被改变了 手上也没有拿螺丝刀了 就冲了 上去逃跑 就紧接着 二世主雷某呢 也手持太刀 继续追 那没够多久了 四下两名闲银就紧跟着上去了 当时三名闲银人们就是从这个楼到这里 跑上天台 然后从这个天台这边翻墙 翻这个额栏 然后跑到隔壁出租屋 然后从隔壁的出租屋 那个门 然后下到出租屋去逃跑的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来推断 他们谁说的是就是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了 当时他们是三个人 而且两个人是手持螺丝刀 对他的如果说真的确实要进行抢刀的话 是绝对没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说确实有抢刀 必然会有肢体的冲突 那么肢体冲突的话会有伤 但是根据我们像雷某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当时身上是没伤的 所以我们推断这两名犯罪鞋人的攻速的情况 可信度比较大 而警方对于小雷现在的处境 也表示同情和理解 他们说这么做也是按照法律法规办事 对于他这种行为 我们去抓捕犯罪鞋人的这种行为 我们也表示公安机关来说 也表示支持 但是呢 作为一个公民来说 他如果说要去抓捕犯罪鞋人 一定要用合法的手段 进行抓捕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现在我们从监控录像里边看到的画面 仍然无法确定双方任何一方的证词的真实性准确性 在这种情况下 警方应该怎么做判断 综合各方面情况 我们认为三个小偷实际在当时并没有对小雷进行加害 而小雷误认为对方要加害自己 也就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我们公民以后怎么能够在做这种好事 抓小偷的时候 说既能够制服对方 又不让自己有违法甚至于犯罪的可能性 到底怎么做 你在遇到一些暴力性犯罪的时候 尽量减少无畏的抵抗 以免自身受到伤害 在你行使剑勇为行为的时候 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前提 我们在日常生活遇到小偷 比如说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遇到一个小偷 正在偷人的钱包 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可以报警 你可以和其他的乘客一起去抓获这个小偷 但是你不能说把这个小偷打得鼻青脸肿打伤了 完了我把它交给警察 这是不行的 在我们记者结束采访的时候 小雷也说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该出手的时候 他仍然会出手 所以小雷还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小伙子 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 有正义感的人不少 不过遇到这样的事情 出手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制止犯罪 不可以让自己成为新的犯罪的加害方 同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 他们需要公众的支持 需要公众在特殊的情况下 给他们一定的帮扶和鼓励 这样的帮扶和鼓励 是他们能够挺直了腰板 继续正义下去 很重要的东西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好老师蔡先生的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主要让人看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